瑞税乡部落小旅行在原民会产业扶植计划的加持下 经营推动的有声有色 而为了因应政府相关法令规定 也保障消费者的旅游安全 乡公所更积极的辅导结合在地业者 共同成立了有限责任瑞税部落旅行劳动合作社 乡长陈进光表示 接续11月份之后的部落小旅行也将陆续的推出 不论是执行业者或是族人 还是游客之间的权益都能够获得更加的保障 从原民会相公所到部落协会农场业者的共识下 有限责任瑞税部落旅行劳动社成立 让瑞税部落小旅行邮程能正式不上正轨 我们为了要因应这样的一个现实 跟我们政府的规定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产业的业者结合起来 成立一个有限合作社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结合 而且跟我们政府做一个互动 来征集经费来帮助部落帮助我们的产业 2016年起 瑞税湘公所在原民会产业复制计划的协助下 结合部落共同推动部落小旅行 不论是洛神花农产体验 还是部落文化美食的品尝 每一梯的部落深度之旅 推动办理的有声有色 现在有了部落旅游劳动社的设立 乡长陈金光表示 4月份之后部落小旅行 执行业者族人或者游客的权益 能更有规范与保障 当然最近我们11月份 也会有我们另外一个产业 就是洛神花 那这会跟我们奇美部落来做结合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结合 让我们每一季都有一个特色的产业 让我们更加的活络 更加的多元 今年在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下 上半年度部分的部落小旅行邮程 被迫取消或顺延 原定在双十节登场的洛神花体验之旅 则顺延到11月份 乡长陈金光期盼借由部落旅游劳动社的推动执行 让瑞瑟乡的部落小旅行能永续发展下去 记者十一欲蓝瑞瑟采访报道